沒關係 別難過 讓你咬一口 你有看過會說話的手工餅乾嗎 這間位於東區宗孝東路四段的手工餅乾店 以暖性文字對話框小卡設計 讓民眾藉由產品傳遞心情 拓展消費者體驗與送禮市場 其實餅乾這種甜點的東西是可以溫暖人心的 那也希望客人在來這邊購買手工餅乾的同時 他要送給他的閨蜜 送給他的老師 送給他的 就是老師 不只是學生送給老師 老師送給學生 都希望在透過這個手工餅乾能傳達他心裡面 想要給這個 接送送禮的朋友一些些心裡面的話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插畫的小卡 那這個小卡就可以傳遞送禮的心情這樣子 老闆是二代傳承 早期媽媽從市場擺攤起家 一路發展到獨立店面 近期母女參加台北市店家改造計畫 也重新塑造了品牌特色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他告訴了我們說 其實餅乾 我們之前一直覺得說餅乾 那就是客人進來買就是送禮送禮 就是這樣子 那少了一點點人文跟 就是一些人文的故事 對對對還有品牌的一個形象的一個塑造 那我們覺得說台北照起來給了我們會說話的餅乾之後呢 我們就信心滿滿 因為我們所有的餅乾的原物料在用料上面 我們都是用奶油的話 我們都是用紐西蘭進口的奶油 那再來我們所有的堅果都是用澳洲跟美國 美國加州的核桃杏仁麗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在客人呢 在購買的同時他在吃的這些休閒零食 手工餅乾他也算是休閒零食 我們希望客人在吃這些休閒零食的時候呢 他也可以對他的身體沒有任何上面的負擔 無論是結婚喜餅 下午茶點心 明月禮或是節慶小物 都可以參考這間手工餅乾店 包裝設計的巧思與感性服務 創意產品都是民眾好選擇 尤其今日聖誕節將近 老闆也推出應景可愛的造型餅乾供不應求 我們這次配合聖誕節有做了五款的聖誕造型餅乾 有雪人 有聖誕雪人 然後我們還有聖誕樹 聖誕樹是抹茶口味的 還有薑餅 我們每一年的十二月的聖誕節 才會推出薑餅口味的餅乾 所以就是薑餅人 那還有我們梅子 我們把楓葉 楓葉它是有點算粉紅色的 我們把楓葉研發成 製造成一個酸梅口味的餅乾 那我們還有一個聖誕鈴鐺 那這個聖誕鈴鐺 我們做起來的是巧克力口味 所以我們今年有五款 店裡的手工餅乾品項多達四十多種 各種口味樣樣有 包括融化少女心的彩虹外型 添加燕麥的養生餅 與下足用料的巧克力餅乾 層層排列的選項供民眾多元選擇 搭配店內溫暖氛圍 與老闆的熱情招待 療癒人心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該 species would rise up 妳就類似的 Rate